台中上个月发生了抢案 警方昨天晚上在一中商圈进行攻坚 刑警张鸿章被拒捕的歹徒开了两枪 警方原本说中枪的刑警当时是有穿防弹衣的 但今天上午又改口说当时没有穿 不过幸好这名刑警在经过急救之后 目前已经没有生命危险 而拒捕中枪的嫌犯情况也稳定了 台中神钢上个月发生回收场强盗案 警方连日追气抢走118万的两名歹徒 一号晚上封原警方锁定一中商圈的出租套房 进行攻坚 攻坚过程中嫌犯谢聪隆朝警方开了六枪拒绝逮捕 其中两颗子弹射中心警张鸿章 一颗贯穿背部一颗则卡在肝脏 第一时间警方表示在攻坚过程中 有穿上防弹背心 但隔了一天又澄清 当时因情况危机中枪的刑警张鸿章 攻坚时没有穿上防弹背心 因为他执行的任务是在地下室做一点埋骨 那地下室因为这一个大楼是一个 商住本的商圈 来往人人脸很多 我们怕曝光 所以他第一时间是没有穿防弹领 那么听到我们的通报以后 他急着赶快拿大航口上来 所以在第一时间他是没有穿的 中将行警张鸿章在急救后 已经恢复意识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前犯谢宗龙直到被警方击中后才被制服 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 犯案的手枪还遗留在现场 现场血迹斑斑 储目惊心 联合报林沛军 赵荣轩 赵鸿昌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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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